养了差不多一年的小母鸡 朋友们你会拿它怎样做来吃 今天铁头做个一鸡两吃分享给大家 处理干净的鸡 我们现在给它骨肉分离 这个肥肉 现在看一下 今天这只鸡骨架我们拆出来煲汤 这个鸡肉我们用来做个蒸菜 给点耐心慢慢的把它 把肉给取出来 好鸡骨架全部拆好了 我们先把这个鸡骨头啊 给它砍顺一点 开好的鸡骨架我们拿去给它焯一下水 冷水下锅 撒点料酒进去 水开给它煮上两三分钟 冬瓜一块我们记得要把这个皮给它擦干净了 冬瓜带皮包好啊 现在这种天气一如既往的热啊 吃点鸡瓜汤好 切稍微大块一点来 切好的冬瓜块直接给它丢到砂锅中 这边提前泡发了 咬住一小把还有三朵的干香菇 把它们给清洗一下 包这一锅汤加上这两样啊鲜香味俱全 洗尖的咬住和香菇 给它加到汤锅中 再加几片姜 加入清水 水量我们依次给它加过 盖上锅干 先用大火给它包上 然后这边我们的鸡骨架基本上也焯好水了 把它捞出来冲洗干净 用清水把鸡骨架中的杂质给冲掉就可以了 鸡骨架焯水后啊 它的杂质血沫质会特别的多 冲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包出来的汤比较清 洗净的鸡骨架我们同样把它夹到汤锅中 锅盖给它盖上 大火烧开后转小火 包一个小时 接着我们把取下来的鸡肉啊 给它改刀切一下 像这种比较老生的鸡肉 蒸出来肯定是皮爽肉滑的 非常好吃 切好把它放到蒸盆中调味腌制 往里面调适量的盐 白糖来上一丢丢不用太多 用来提鲜 整点胡椒粉 少许的生抽 先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自家养的走地鸡 从不胃饲料的 姜葱那些我们就不用了 有点胡椒粉就可以 抓拌均匀后 给它整上一勺的生粉 让它口感比较嫩滑 再次给它拌均匀 差点老婆还有小孩爱吃的鸡蒸 给忘了 最后再给它淋点花生油蒸香 稍微搅动一下 放一边 腌制15分钟 让它入味 这里我还提前泡了一点药材啊 两根的档生 三块淮山 还有几颗的红枣 我们把它给切一下 档生我们给它切薄片 这样蒸出来 比较快出味道 红枣和淮山 同样给它切一下 红枣我们记得要把那个枣核 给它去掉 切好的药材夹在鸡肉上 锅中烧开水 把我们的鸡肉放进去 把锅盖盖上大火给它蒸12分钟 可以了 时间到 哇哦 太香了 用勺子给它翻动一下 再给它蒸上点葱花 一道清淡又营养的药材蒸鸡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你也试一下 这样蒸出来的鸡肉鲜嫩爽高 这边我们的鸡骨架汤也包的差不多了 哇汤水非常的浓郁啊 最后我们只需要给它调点胡椒粉 来点盐就可以开喝了 鲜甜味美的鸡骨架冬瓜汤就包好了 天气还那么热 整上一锅这样的冬瓜鸡骨架汤非常的好啊 喝汤吃肉一样不漏 朋友们给你一只好鸡 你会这样做来吃吗